交汇对接完成后 神舟16号载人飞船和空间站 就形成了新的组合体 接下来航天员就可以准备进入空间站了 那么航天员怎样进入空间站呢 我们通过动画和上次两个乘组会式的画面 了解一下这个过程 在完成交汇对接之后 神舟16号航天员首先要打开第一道门 飞船返回舱的舱门来到轨道舱 此时轨道舱的前端和空间站核心舱 前端圆形的节点舱之间的对接机构 形成了一个直径80厘米 长约1米左右的通道 航天员就是通过这个通道 进入到空间站里 然而想要打开轨道舱的前舱门 航天员必须首先调整舱门两侧的气压 对接通道 也就是两个对接机构 对接之后形成了对接通道 那时候还是真空的 我们要把对接通道里边的空气压力 冲到一个大气压 也就是说和飞船的轨道舱的压力 以及和空间站节点舱的压力一致 在此之后 神舟16号航天员就可以打开第二道门 飞船轨道舱的前舱门 而与此同时 神舟15号乘组航天员 也将在对接通道的另一端 打开第三道门 空间站节点舱 静向对接口的舱门 迎接新一批航天员的到来 他俩之间就可以在对接通道之间 相互见到也可以握手 然后搞个简短的欢迎仪式 然后神舟6程度 三个程度就一次地 能够进入到天河的核心舱里面去 如果要真正进上核心舱的工作区里面 它还有一个叫做双向撑压舱 在节点舱和空间站的生活舱之间 还有一道仓位